人如果是个天使的话 就不需要有政府 政府如果是天使组成 就不需要制衡 国会调查权责制度 就是最好的防腐计 连大法官内部都说 你们其他多数大法官 一点基本的政治常识都没有 其中有两个大法官 在这关键时刻 应该要做关键的解释 才对着起我们台湾的人民 我觉得这次大法官呢 很可惜 在一个最关键的宪法时刻 没有呢 让我们的责任政治落实 各位 今天这个国会改革法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国会调查权 国会调查权是落实什么 一个民主政治 责任政治的防腐计 这个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的书面的资料的第三段 另一段给各位听啊 在我的第三段 美国的第四任总统 杰弗生成说啊 人如果是个天使的话 就不需要有政府 政府如果是天使组成 就不需要制衡 因此呢 西方民主国家 认为理所当然的 国会调查权的制度 就是最好的防腐计 人之将去 其言也善 这些大法官们 有这么好的宪法时刻 让他 不需要经过修宪 从从关卡的修宪 就能够建立一个 民主政治的责任政治 可惜这些大法官 有的是我的同学 让我非常的难过 在这关键时刻 应该要做关键的解释 才对得起我们台湾的人民 我们可以拥有 跟世界说 台湾的民主 是值得骄傲的 所以第一点呢 我认为这个大法官 这次解释啊 刚刚说过 调查权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各位 就像我的这个文字稿说 大法官啊 终于不出所料 循着死刑的判决啊 刑事核线 时字费死 调查权有啊 不过but 他层层关卡 变成呢 他的已经呢 他这种 一样的话 服务的方式呢 也是适用本会 本次国会改革法案 宪法判决 所以呢 大法官呢 说有啊 调查权是有 但是层层关卡 这个理由呢 各位可以看待 585号解释 虽然有说 他有提到 说国会有调查权 但是呢 他却在 冥冥之中呢 暗定呢 把585号掏空了 各位 基本上啊 这一次 我从这个 我在学校教宪法 在政大 在东吴教宪法 我一直看到 这大法官的解释啊 越来越厚 像一本教科书 像一本 一个贵员秘籍 但是看起来呢 他讲的太多 已经变成 数位裁判 而且呢 有一点最大的问题呢 我们说呢 法院的判决 主文是有拘束力的 他在理由呢 是不是有拘束力 但是他在理由呢 却是 偷天换日的 把585号的 国会调查权 把它实质掏空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啊 我发觉大法官啊 在这个解释之后啊 他会可能会变成了什么 风济鼓掌 变成管家婆 变成了社区 保全办公室 为什么呢 大法官说啊 他说如果 立法院啊 这个有调查权之后呢 他这边有一段话 成立调查小组啊 如果呢 经过其他宪法机关啊 主张啊 你立法院成立这个调查权啊 有违反宪法上的权势等 刑事表示反对 那争议怎么办呢 那大法官说 你们先协商协商啊 协商不准怎么办呢 哎 他说你们最后呢 可以找到什么 要宪法法庭来裁判 各位 我们大法官 怎么会管这么多啊 这是一个 大法官的关系 管鸡蛋嘛 管光店嘛 如果大法官真的这样子的话 未来官室处理的 机关间的争议啊 就会摊贩什么 宪法法庭 那这样子呢 各位 大法官他今天成立 主要是为什么 人权的保障 机关权限争议 各位去看看大法官很多解释 基本上在数量上都比他少啊 所以大法官怎么管他 做成这个解释 临走以后 他给他一大堆工作 给后面来做 真是什么 真是奇言不善啊 奇言也不善啊 第三点我刚说过 国会调查权啊 是最好的防腐计 各位我练一段 大法官自己在613号解释说 民主政治 是以责任政治为重要内涵 现在 法治国家的组织政府 推行政务 应该直接或间接 对人民负责 各位 直接或间接 直接就是 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间接的部分呢 就是什么 总统也要对什么 国会负责 否则的话 国会怎么会有这个 发动罢免啊 弹劾啊 因为总统他不是一个行政官 他不是一个民意代表 他是一个行政官 他是有最高职权的官 的首长 这个这句话啊 是说民主政治 以责任政治为重要内涵 各位呢 这次 我觉得 解释理由书里面 其中有两个大法官 詹森林大法官啊 还有黄 黄 不是黄 另外一个 那个黄 另外一个大法官姓黄 他们呢 尤其是詹森林大法官 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值得我 什么 很有这个 这个 这个感受 他说啊 他说这个 推行政务 这个民主政治 就是责任政治 这是一个什么 基本的政治常识啊 连大法官内部都 这个不同理由书都说 詹森林都说 诶 这个民主政治 就是责任政治 调查权是一个防腐计 这个责任政治防腐计啊 所以因此呢 我们各位可以了解呢 连大法官内部都说 你们其他大 多数大法官 一点基本的政治常识都没有 各位 这句话是来自于什么 我们詹森林大法官 在里面所讲的 基本的政治常识都没有 是我们国中 国中学生以上的学生 国高中学生 都知道民主政治 就是责任政治 所以呢 我最后才有一句话说 以我国政经社会现况啊 立法院的表现 总是见仁见 有的时候立法院表现 好人不好 是见仁正事 但是本件宪判的大法官呢 实质掏空了 国会调查权后呢 这在我的这个 第一页的倒数第二段 立法院没有配备 此等重要的工具 日后其表现 依然受到限制 和本次国会改革 修法之前呢 甚至必须要利用 其他的取消手段 行使职权 如此恶性循环 绝归我们国家 所主张的民主的典范 也就是说啊 他是固有的权 应该给他就要给他 就像孩子 他应该有的东西 就还给他 他才能够 正常的跟你互动啊 你这个都不会给他 你当时就说 因为国会不好 那最后呢 另外呢 我们说呢 总统的这个所谓的 总统不必去了 这个去也无所谓 他讲什么都可以 他是宪法 我可以说 大法官等于是什么 自己践踏了 宪法征修条文 自己的明文规定 践踏了这个什么 总统到国会的 什么国情报告 另外最后呢 我可以领用 林佐水的意见 林佐水呢 在今年7月29号 接受专访的时候说 好不容易从90年代的 民进党提出了四线案 推动国会调查权 国会权强化 一路走到现在 五权宪法体制 已经掏空到 零零碎碎 我的解读是说 我们的大法官 在透过这个解释啊 已经回到什么 已经回到 复活了 已经过时 孙中山先生的 五权宪法 贯彻嘴巴 正直政党嘴巴里 说不要 但身体却很诚实的 口是心非 以上呢 就是我 几点的 读后的心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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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